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耶稣的话凭借您的心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头和怀愿的礼品装饰的 耶稣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待那十日一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的 他们虽问说 师父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将有什么先兆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欺骗 因为将有许多人 假冒我的名字来说 就是我 墨西亚 又说 时期尽了 你们切不可跟随他们 你们几时听见战争 及叛乱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要发生 但还不即刻是结局 耶稣随又对他们说 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 国家攻击国家 将有大地震 到处有饥荒及瘟疫 又将出现可怖的景象 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耶稣预言了圣殿的毁灭 和末日的情景 不过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教会最新的通誉中 两个祈祷词 希望有助于我们 面对今天的时代 第一篇是向造物主祈祷 主 人类的父亲 您创造了人类 赋予我们同等尊严 在心中注入友爱 请唤醒新的梦想 去相遇和对话 实践正义 缔造和平 请激励我们 创造更健康的生活 和高尚的世界 没有饭 没有饱 贫困 贫困 暴力 和战争 中文字幕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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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文字幕称之后 打造合作的规划 编织共享的希望 阿们 第二篇是基督徒合一祈祷 我们的天主 爱的三位一体 从您神圣亲密的强大共融中 请向人类倾注有爱的江河 请恩赐我们 在耶稣行为中彰显的爱 在纳扎勒的家庭 在初期基督徒团体中 且恩赐基督徒活出福音的见证 从每个人身上看到基督 看到被钉十字架的主 从那些被遗弃的人们的焦虑中 被世界遗忘的弱小者的苍凉中 把复活带给每一位兄弟姊妹 让他们重新在生活中 站起来 请降临天主圣神 请展示给我们您的荣美 照亮大地上所有的人民 打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看到每一个人都身负重任 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 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 每一个人都是天主您深爱的 人类大家庭中的意愿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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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